中秋節這一天水氣增多 想賞月的話 可能要往桃園以南的地方去 氣象署指出 在迎封面的北海岸東半部 以及恆春半島一帶 容易出現降雨 可能會影響到賞月的體驗 至於颱風動態也帶你來關心 被必加颱風 已經減弱成熱帶性低氣壓 而葡萄香颱風 將通過台灣北部外海 預估週四會最靠近台灣 另外還有一個熱帶性低氣壓 預估最快 會在今天增強微舒立颱風 往南海前進 夜輪明月高掛夜空 甚至圍繞著彩虹光圈 中秋節前夕 有不少桃園地區的民眾 捕捉到皎洁月光 紛紛PO到社群上分享 不過中秋節這一天水氣增多 想要賞月這些地方 恐怕要碰碰運氣 從今天晚上開始 迎封面的北海岸東半部 恆春半島這一帶的話 可能雨量上 都會是比較偏多一點點 是要從這個雨風中去做觀看 那至於像在桃園以南地區的話 等到就是這個對沿雲系 逐漸消散之後 那目前看起來 這個賞月的情形 算是機會算是蠻高的 氣象專家林德恩 更幽默應景地把颱風 比喻成月亮 他發文指出 中秋節這天 有一加三顆月亮 這三顆月亮 分別是貝壁加颱風 葡萄桑颱風 以及準蘇利颱風 而貝壁加颱風 已經減弱為熱帶性低氣壓 至於葡萄桑颱風 持續往琉球群島接近 預估將通過台湾北部外海 周四最靠近台湾 但強度維持在清台 另外熱帶性低氣壓TD17 預估在中秋節這天 就會增強為蘇利颱風 往南海走 專家也是僅在周五前後 還有熱帶擾動靠近台湾 氣象鼠也提醒 未來一周台灣都處在大地壓帶的環境 天氣將會持續不穩定 而颱風及熱帶系統的發展 也得要密切留意 這裡是聖經國台北採訪報導